连续三天 单日新增的确诊都超过了1000例 这也让新国政府加强防疫措施 像是现在到传统市场买菜 必须要依照身份证字号的尾数来分流 单号会在单数日 双号在双数日进入市场 有不少年长者搞不清楚心智 白跑一趟 而在市场外也因为茶叶身份证 出现了排队人潮 新大坡的传统市场外头 民众大排长龙 因为新的阻断错失中 上市场买菜也得出示身份证查核 我的身份证后面号码是7 然后今天是22号是双数 我的是单数 所以今天我不给人进去 类似先前台湾实名去购买口罩的分流方式 22号且进入新加坡四大传统市场 必须要依身份证字号的尾数分流 单号就只能在单数日 双号则是在双数日 才能进到市场财买 没有办法 一定要照这样走 比较好 买多一点 买多一点 然后储存了 然后如果煮不完 又会怕坏 又怎么样的 就是这样的不方便了 新的禁令上路 有人认为防疫优先必须配合 但也有人直呼超不方便 甚至有不少年长者 因为搞不清楚分流方式 而被阻挡在市场外摆跑一趟 至于台商也抱怨 阻断错失上路至今 生意至少掉了三成 新制也规定 每户只限一元采买 除非是年长者 或是生长人士 才能另带一元陪同 目的就是要减少民众 在户外活动的时间 毕竟新加坡单日新增确诊 已经连续三天超过一千人 防疫规定当然得更加严格 另外日本东基督之士 小池百合子也计划对超市人流射线 可能打算依照名字的第一个字拼音 划分进入超市的时间 要避免因为购物而引发 新冠肺炎的群聚传染 记者综合报道